回到新闻现场继续为您报道 在经济部投审会驳回博治集团 收购南山人寿的申请案之后 南山的经营高层很快就开除了 工会发言人蓝维鼎的经理职务 而这个大动作引起南山工会的强烈反弹 并且在今天发起连续三天的绝食抗议 黄场上拉起百步条 拒绝了一百多名员工 抗议南山人寿公司在政府否决博治交易案后 开始打压工会秋后算账 工会还以行动剧表达不满 工会发言人进一步指出 博治案被否决后 南山工会的立场与金管会 及四百万保护的立场一致 没想到代表工会对外发言 却引起资方开除区经理职务 公司内部充满了疏杀气氛 没有经过南山人寿书面同意 业务同仁不得于任何媒体上 发表有关本公司之言论 那因为这个规定所以我被开除 南山其实对于工会或业务同仁这边 很多元的声明向来非常尊重 而且也抱持继续沟通的态度 工会从今天起一连三天 在民权东路南山大楼外进行绝食抗议 要求南山人寿遵守工会法 劳基法及尊重言论自由 而台北市劳工局也到场关心 指出目前已经成立 五人劳资争议调节委员会 下个月15号将会召开会议 我们这一次的调解就不是依照一般的调解 而是另外有请两位府外的专家学者 一起来组成一个五人的调节委员会 希望能够充分的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去年10月 博志与中策集团宣布 与AIG达成收购南山人寿 97%股权的协议 博志在今年8月31号 被经济部投审会驳回申请案 时隔一个月没有新的进度 目前美国总公司正在审慎评估 南山人寿股权的各种方案 记者沈小青 陈昌维 台北报道